透过大杯咒水的加持 也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宽如法师所成立的大杯咒水功德会 最早是他买了瓶矿卷水 以大杯咒送念十多个小时后 将此水给有缘人饮用 对方身体立刻有感受 法师因此坚定信心 要用此法为众生解苦恶 至今已骗师全台各机关 以大杯咒水广正十方 愿饮用者能却血增善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梁黄宝灿 里面有一个恶鬼 他讲述着他的形状 长得非常恐怖 那么他的嘴出无量的虫 还会吐火 那么长得非常的恐怖 那么遇到一位罗汉满足 罗汉就来问他 你过去做了什么因呢 为什么会这样恐怖 你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那么这位恶鬼 就向罗汉尊者来表述 他过去是一个出家人 那么他就是没有威仪 并且就是奸贪 他的身外之物放不下 并且对人家持戒 或是发菩提心 发的大心 产生了一种叫做恶念 不随喜的心 而且自是好强 就是觉得自己比较厉害 所以种种恶念 敢召他堕入鬼道地狱 所以这个 他的视线 希望罗汉尊者能够表达 给所有的出家人 及所有的学佛的佛弟子 希望我们散乎口业 种种的修行 不要犯过失 法师不止行布施 同时也深入精脏 经历过数次的闭关 明白宇宙人生真理 除了在电视蒋经红法外 平常就行脚至各地 以大杯咒水 骗洒三千的方式 广度一切众生 法日新闻 永久高雄采访报导